大事 小事 娱乐事 坎哥坎事 大家好 我是坎哥 5月30日在央视巴播出了《八方传奇》 《八方传奇》演绎了张汉涛为报复仇 假借抗日起匪杀八方知名成杀汉奸 以维满洲国参议员的身份 与日本驻兵岛县兵队队长秦川 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部戏不仅以张汉涛与日寇和围满斗志斗勇 还有一位老狼营大当家怀花 怀花 真实身份则是东北军老虎团团长之女刘战歌 父亲战败后 独自带领昔日父亲的部下 踏上了替父报仇 为国杀敌的艰难道路 张汉涛在与市日寇和围满斗志斗勇 还有一群抗日俩 那就是怀花领导老狼营 也在与日寇和围满斗志斗勇 然而这两个人不打不相识 从相识到喜欢再到相恋 同时 两人相互支持 相互互助 打击共同敌人 只可惜在一次战斗中张汉涛被秦川用匕首刺死 最后怀花用沙八方的匕首把秦川刺死 本期就到这里 下期见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